Hi Hello Hey Hi Hello Hey Welcome to食客食客系列 所以在這個系列我想要介紹的東西 就是我煮的東西 我煮的東西 然後還有一些food review 所以希望你們會喜歡 這個系列哦 我今天會煮的就是 Risotto 因為我本身就是很喜歡吃risotto 因為軟軟的啊 然後有mushroom的香味 所以今天就打算下手給你們看 然後你們可以在家煮一煮 因為我以前我以為risotto 是很難煮的 可是整直到就是其實 Easy!Let's go! Hi 大家!所以我會先 跟你們介紹一下食材啦 首先 Fresh parsley是我切好了的 如果你沒有Fresh parsley 你可以用這種powder的 Yellow onion 我也是切了大概半粒啦 Galic 大概半粒然後是切這種 一個一個小小片這樣子薄薄的 Pepper咯 Butter我是用unsorted的 因為如果等一下不夠鹹 我可以再用鹽去夾 Cheese!這個Cheese是mixture的啦 就是有mozarella 然後有promissor這樣子 還有這個brow button mushroom 其實你要用什麼mushroom都可以的 可是因為我個人就是比較喜歡brow button 然後這個米呢 是特別的米 它是這種比較大粒跟比較長型的 它是risotto的米來的 過後我建議大家用這個scotty的牌子啦 因為很方便就是 它這裡會show你多少個portion 你直接倒出來這樣子 quarter by quarter就可以了 可以用一些olive oil 如果沒有olive oil 也是可以用一些vegetable oil啊 那種sunflower oil啦 這個是煮飯的white wine 這個是我到時候去那邊買的時候 就問他 What's the cheapest white wine for cooking? 所以就是這個 用這個chicken stock Maggie啊還是什麼牌子都可以 用一粒一個cube就可以啦 如果你放用chicken stock 就自己去熬那個雞的骨吧 現在我會先 鎮這個米大概30分鐘就可以了 然後我今天會煮兩人份的 所以我就會倒到這裡啦 OK 大概鎮一下 給它軟一點 然後 給它的一些starch 出來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白酒呢 是需要120ml 多一點不用緊了啦 哈哈哈哈 正一點喔 OK 大概也是這樣 所以這個chicken stock 要記得 直接 拔就可以了 這些一粒直接拔出來 然後它的水喔 不要丟先 因為可能等一下可以用到一點點 切的話 我是先切一盤 然後 就是這樣子而已 一片一片這樣 OK 所以現在我們要先煮的是那個雞湯啦 所以我會放大概一半 這個包 等那個水滾了 我們就會放chicken stock 放滾了 首先把那個鍋弄熱 是一定的嘛 首先是要炒那個 芥末 給它爆香咯 還有這個阿黏 過後我們就可以加mushroom了 好像很可以這樣 哈哈 哈哈 是耶 professional 倒一點點 這樣就可以了 等到它變 有點黃了 就可以加我們的mushroom 然後 這時候 你看mushroom的水就有用了 給它這樣子的狀態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一些 sod and pepper 鹽大概放 1-2小匙吧 這樣子 現在你可以看到這個水喔 它已經是mushroom的顏色了 就是brown brown的顏色 所以你覺得它已經變軟了 然後有brown brown色了 會有那個香菇的味道出來了 就可以關火啦 然後先拿起來放在一邊 再開火 可以先煮那個飯 所以你的鍋已經是熱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放 一點點啦 一湯匙大概 olive oil 然後 放一個小小的 butter butter大概 這樣子啦 OK 放進去 然後就可以放我們的飯 炒一下 然後就是剛才的雞湯喔 你看看嗎 在這裡 那個雞湯 先放 然後慢慢放進去 給那個飯 吸那個胖 然後我們 我們會放這個剛才的120ml的白酒啦 慢慢倒 等它吸完了 我們再倒那個雞湯下去 OK 你看到它那個水差不多要吸乾了 然後我們再倒那個雞湯下去 平均地倒啦 就是mixture每一粒 都會吸到 大致上是 那個飯已經是好了了 我們加我們剛才的雞湯下去 把它撐在一起嚼 然後我們就會加這個起司 大概一點點這樣子 一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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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粒 再攪一攪 給它融進裡面 融進飯裡面 融進飯裡面 OK 你看到那個起司融完了 我們就可以上菜啦 看到了 它還要保持試試的 就代表是成功 然後要有一點brown color 就是mushroom的那個質啦 給你們看一看 哇 哇 這個叫什麼 你知道嗎 是什麼 美雷垂房 緊張哦 第一口 我是有放了我的fresh parsley 所以應該會比較香 就是咧 其實一定是成功的 因為你看哦 它的飯是綿綿的 然後mushroom又緊緊有條這樣 又默默吃到那個 就像鴨蛋的碎碎啊 然後咖哩的啊 然後又有parsley 可以咬 就很有嚼勁啊 整個東西 那個鹹的味道 又是來自於 那個雞湯啊 還有那個cheese 所以cheese很重要 在最後那邊加 給它比較綿一點 Overall給自己 給自己 八分啊 多兩分是 以後可以放多一點 不同種類的mushroom 可能brow button啊 還是white button 就可能融入了 又有更香的味道 好啦 我要吃了喔 所以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like share comment and subscribe bye